打開牛皮紙盒熟悉的台灣便當 蛋香腸和排骨經典搭配 現在日本也買得到 日本連鎖品牌松原超市 大櫃位擺著台灣排骨飯 一個便當有菜有肉大約台幣130 是排骨便當首次外銷日本關係 台灣的豬肉其實它以高品質 而且是一個安全美味的一個農產品 那我們都希望說 藉由這次的一個推介的排骨便當 能夠讓日本消費者 能夠感受到滿滿的幸福感 農業部長親訪日本 把台灣美食交付超市來賣 限量5000份 12月20日正式開賣 對台灣豬肉相當有信心 畢竟日本曾經是台灣生鮮豬肉的 主要出口市場 排骨便當包括我們的香腸 還有我們的貢丸 那希望透過飲食的一個交流 讓我們台日雙方的友誼 能夠更堅強 台灣的排骨便當 要吃嗎 吃吧 聽的是台灣排骨便當 日本少棒隊選手超興奮 一個個上前領取 打開便當開吃了 肉很柔軟 排骨便當成功 排骨juicy小選手也很愛 近日台日之間 因為棒球互動不斷 現在台灣美食 在打進日本市場 用飲食文化交流 讓台日關係更上一層樓 三宣無節辰來自台北採訪報導 謝謝 謝謝 其實 謝謝 謝謝